哈喽大家好 这里是杜华说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有两场的英超比赛 第一场是狼队主场对战伯恩利 狼队目前呢是积了15分 排名在英超当中是13名 而伯恩利呢是倒数第二名 积分呢只有7个积分 而现在7个积分 如果这一场比赛能拿到分数的话 他能够再往上面走一点点 或者说能够逆转胜 就是在客场战胜了蓝队的话呢 可以走到了这个第17名 也就是暂时摆脱了这个降级区的这个位置 所以客场的伯恩利呢 这一场比赛是会尽全力去踢的 而伯恩利在上一场比赛是5-0战胜了谢飞联 所以带着这一个气势呢 在客场可能是有所作为 因为伯恩利上一场比赛虽然说是 在整个比赛过程当中 双方就是对抗比较激烈 产生的一共有9张黄牌 一张红牌 而但是他的进球呢 是分别有5个球员 不同的人呢是获得了进球 所以整个进攻端可以说伯恩利呢 应该是火力呢有所增进 因为以前伯恩利在英贯当中是特别厉害的 应该说是英贯的老大 所以上来英超呢 其实还没有适应 等他适应完之后 我觉得是值得期待的 他有可能会会往上面稍微走一些 好吧 而蓝队这里呢 目前排在第13名 也就是中下游的水平 这个位置呢比较稳定 因为像去年来讲 也是大概是这个位置 可能还会偏下一点点 偶尔往上面走一点点 曾经也有在13名过 那么蓝队这一场主场呢 想要战胜伯恩利 其实并不容易 因为 因为我觉得上一场呢是 输给了阿森纳 所以呢这一场回到主场呢 虽然说主场会有一定的加持 但是 我觉得带着输球的这个节奏呢 有可能会延续到下一场 也就是说对伯恩利这一场呢 其实并不是那么容易能够拿下来 而伯恩利也特别想要积分 所以这一场呢 我们是看好客场的伯恩利不败 1-1 1-2跟2-3 好第二场是卢顿对阿森纳 阿森纳目前是高居英超第一名 榜首积分33分 而卢顿呢 是排名在第17名 暂时摆脱的这个降级区 伯恩利刚才讲过 需要去做一个竞争 也许会代替了这个卢顿的位置 如果卢顿输了比赛 而伯恩利赢得了比赛的话 我觉得双方在排名上 也许会产生一个交替的情况 而阿森纳在课场想要就是打穿卢顿的话呢 我觉得也有一定的难度 双方也有可能是会一个竞胜球 或者说是握手的状态 大概率来讲呢 阿森纳可能是会赢一个球 那么这一场我是看好 阿森纳在课场呢 是0-1 1-1跟1-2 好这就是两场英超比较简短的比赛分析 今天还有德国杯跟意大利杯的比赛啊 就是门星对沃尔夫斯堡 以及拉奇奥对热纳亚 那么这两场比赛的一个分析呢 我们会放在会员区跟大家来讨论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